大家好 我是孙春信 我是汪宁 我们今天想和大家聊的地方 就是作为一个调色师 我们要研究什么 要修炼什么 这个是非常值得讨论的一个话题 这个话题我其实归了一下类 然后形成了几个东西 第一个东西就是 我们作为一个调色师 尤其是初级的初学调色的人 他会遇到非常多的问题 有些问题非常基础 有些问题可能会让人很头疼 他既是艺术又是技术 比如说我们把视频也切上去 那么切二 不用点那个铅笔 直接点二就行 然后点切换 这样就行了 这样我们一块来聊一聊 你比如说最对基础的一些问题 我们先问一下王老师 RAWLOG709 你能用一句话给人讲明白吗 一句话 我试试吧 特别生物具体一个话肯定是这样明白 绕着什么呢 绕着就是最原始的没经过加工处理的这种格式 然后LOG呢 简单来讲 就是有灰片带灰度的 那么清酒呢 就是它往往不带灰度 就是能直接播出的 这种 第二个话题 RAWLOG709能否相互转换 可以互相转换 可以互相转换 怎么转 一般我们做的时候都用LOT转 说你声音有点小 一般都用LOT转 用LOT转 转来转去 但是一般形象我调的时候 RAWLOG几乎从来不转 用RAWLOG调 因为RAW能记得一些剩极的一些元数据 它是当时的元数据 那样是宽度 所以你可能范围和效率还是比较高的 好 这个东西我们 给大家补充一点基础知识吧 我觉得可能有些同学真的是 很多东西都不懂 那么先补充一点基础知识 然后我们再逐步的给大家去聊 我觉得还是先把这个大纲给大家 看大的一方面吧 这个东西我们今天聊不完 首先说它是聊不完的 首先第一个难题 就是最基本的格式的区分 这个问题 第二个难题是套底的问题 有很多人套底会出现错误 不同的软件 尤其是剪辑软件 什么PR也好 ARID也好 还有人用Iduce 还有人用Final 有Final7 有FinalX 还有人用很特殊的一些爱剪辑 能不能跟答问题套底 是不是 这都非常搞笑的一些问题了 那这个是第二个难题 第三个难题 就是调色 它是符合RGB加法的原理的 我们也可以总结出非常简洁的 方便的这个调色的公式 但是为什么有些人知道这个东西 比如说蓝黄绿品红青 他们就是三组互补色 但是如何去运用 来做出自己想要的颜色 他还是不懂 所以说技术艺术之间的这个结合点 是一个人做调色的一个坎 如何跨过这个坎 是对大家非常重要的一种磨练 第四个问题 是观察方法的问题 拿到一画面不会调 这其实是你不会看 因为我们话说 就是你眼瞎 叫睁眼瞎 你同样戴着一双眼睛 那么调色师也有一双眼睛 你们看的眼睛是不一样的 我们眼睛看到画面是不一样的 你不是睁眼瞎吗 别人能看到画面之后的东西 带着灰度能看出它的反差 看出它的偏色 对吧 或者是能够在一个光影当中 看出冷暖的 这个细微的差距 这些东西是调色师 非常重要的 基本功也是要过的一关 第五关叫定调子 这个话题咱们前面也简单聊过 就是你没有调色思路 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是调子 所以说在调性划分上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 很多人可能要花几年时间来过的一个坎 想要随心所欲定调子 我觉得没有几年时间是做不到的 第六个叫跳光跳色 我们专门有一期要讲如何接色 简单的 先接光后接色这样的原理 告诉大家了 但是这些原理还是不够的 你还需要针对具体的问题 具体分析 这也是我们想跟大家聊 以及解决的问题 第七个就是画面脏乱差的问题 有些人达文奇也会用 用的还非常熟练 软件谁都没他熟悉 升级一个新版本 他就用一个新版本 换的比谁都勤 但是画面调的比谁都差 还有人会套个LUT 然后就觉得套一个LUT 我所有的活都完了 你没发现套完LUT画面变脏了吗 对吧 那么如何去除这个脏呢 又是对你的一个处理 你调的画面呢 到处都是硬伤 你却看不出来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 你没有系统化的去掌握 这个调色的知识 完全是一种自发的一个状态 就好像看别人会化妆 咱也自发的化化妆 结果你发现 好看不看不知道 是的 跟郭德尔说的一样 就是到处头上插的都是花 跟你裹盘一样了 对吧 第八个呢 叫仿条的问题 仿条呢 其实是每一个调色师必有之路 就是你要先会抄嘛 别人做的有好的片子 我们现在没思路 但是我会先找到 想参考的一些东西 找到一个目标 知道要往哪去 但是这个路怎么走 是大家的要掌握的这个知识 第九个 就是调色台不会用 调色台就在你面前 然后呢 你两只手 两只手 你不会用 有人就用一个手指头在那推那球 你说你是练一指禅还是练什么 对不对 DJ DJ也不是一个一指禅能搞定的 我们这个调色台 它也有操作方法 有一些操作技巧 不同的调色台 有不同的特点 这个应用 也不完全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事情 所以这个调色台 我觉得都能聊一天 最后一个 叫物料输出 如何去 交票 如何去出物料 剪辑部门跟特效部门 特效部门跟调色部门 然后不同的部门如何去协作 读取什么样的格式 输出什么样的编码 这个都是我们作为调色师 应该懂的一些技术 当然你说这些 可以都交给调色助理去做 但哪个人都是调色助理过来的 我们这些基础的知识 还是必须要掌握的 并且它需要你耐心 细致的一个个人的一个修养 这个十个话题 我先把它抛出来 我觉得如果你能解决了这十个难题 基本上 就能成为一个相对成熟的调色师了 这是我们通过这个直播 想和大家聊的问题 我刚才聊的这十个话题 咱们看直播的朋友 如果你觉得哪些地方 对你是个坎 你也可以在我们直播平台上提出来 把这字打出来就可以 我们可以跟大家一块去聊一聊 所以刚才花这些时间 就是把这个大纲 跟大家过了一遍 那么 我再接着呢 就着刚才的话题 我们再回到刚才的话题 我们刚才聊第一个话题 第二个话题呢 就是 RAWLOG709的问题 这个问题呢 我们先补充一些基础知识给大家 好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有一个 叫暗了 首先呢RAW呢 王老师说的非常对啊 它就是一种原始的未经加工过的素材 记录的是摄影机的最最原始的数据 它捕获的这个光的信号啊 被转变成了电的信号 然后这电信号还要再继续进行处理 然后再形成我们说的RAW 就是RAW文件 有人称之为RAW文件 这只是发音的不同 简单来理解啊 这个RAW就是一个原材料 好像一块石头一样 但是这个石头呀 它是很粗糙的 对吧 它还不是一个 比如说像希腊的做的大理石雕塑一样 它没有那么精致 对吧 所以它呢 是非常简单的原材料 好像一块泥一样 这块泥啊 是水和土啊 变来了 它还没有捏成啊 一个泥的雕塑啊 或者一个其他的什么形状 变成一个碗啊 一个盘子还没有啊 所以这个RAW就是原料啊 简单来理解啊 我们所要拍摄的RAW文件啊 它是经过了光电转换的啊 就是光的信号要变成电的信号啊 这个光呢 我们要拍摄的生活中的光啊 就非常的复杂了 那我们想象一下 假如说有一个非常黑的啊 一个东西 黑色的天洋绒材质啊 这个东西的反光率啊 非常的低 它只有1%的反光率啊 我们把它这个黑色天洋绒的亮度啊 标记为1 现在换一块白布啊 这块白布呢 亮度呢 反光率是90%啊 我们就把它标记为90% 那蜡烛呢 蜡烛比这个白色的衣服啊 要亮的多啊 蜡烛是自身的发光体啊 比如说 它比衣服亮好多倍啊 我们可能把它标记为2000啊 或者标记为5000啊 然后电焊火花呢啊 可能是10万 100万 太阳可能是一个亿 对吧 特别棒 它就是非常非常亮的啊 这样的一个亮度范围啊 那么在这个当中呢 我们人呢 是非常关注 反光率在1%啊 到100%之间的啊 这样的材料的 你会发现我们身边的材质 你的皮肤啊 桌子墙壁 这些东西的反光率 都不会超过100% 否则它就自己发光了 对吧 所以我们真正的去看这个世界啊 就是这样去观察的啊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还是要有一些高光的东西存在啊 拍摄的东西当中 如果全是1%到90% 可能会显得闷 是吧 所以我需要一些亮的光点 光斑啊 来让它透透气 这个时候你拍摄下来了 就有一个宽容度的问题了啊 就是说黑黑到什么程度 以及白的白到什么程度 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啊 那么假如说我能把最亮的东西啊 记录到4095或者4096啊 这样的一个数值啊 在这个地方 最暗的东西呢 比如说我能记录一个零啊 那么这个东西呢 大概呢 就得到一个啊 12比特的一个RAW的文件 就2的12次方 是4096 但是这中间呢 有一个过程啊 叫做解败尔 因为我们今天用单CCD来拍摄啊 或者CMOS来拍摄 它是要有一个绿光片的啊 这个绿光片呢 嗯 一般称之为拜尔利静啊 这个绿光片呢 它能够让一个像素当中啊 去 只去记录啊 绿色 或者是只去记录红色的 这个亮度的数值啊 但是你要注意 这一个东西呢 它是完整的一个像素 但就没发现 它只记录了红的数值 它是缺绿和蓝 但是不要担心 周围啊 是有绿的 可以通过它算一个差值出来 这个就有数值绿了 它周围也是有蓝的 我们可以用它差值啊 算出一些蓝来 当然这个原理啊 比我说的这个还要复杂一点啊 就是它有一个算法 能够让我们得到啊 更加完美的图像啊 这个东西叫做解拜尔啊 或者叫反拜尔运算 还有的呢 称之为去码赛克运算 所以RAW文件不能够 马上被看到 它必须经过解码啊 必须经过解码 我们达芬奇呢 就可以对它进行解码 解码的时候呢 就有DPU来解码 或者CPU来解码啊 就这个方式 好 这种东西我们称之为RAW啊 就是RAW 你比如说我们的 RAW的素材 就是R3D这个素材啊 这个素材呢 它就可以让我们去设置 其中的啊 这个GAMMA 就它反变以后呢 它的亮度 这个里面呢 光和电的转换 它用了一个啊 这个GAMMA的运算 我们可以进行这个修改 你比如说选择RAW的GAMMA3啊 或者RAW的LOGFILM啊 或者它最新的IP2啊 这些流程 在这里面都可以 我们对它进行修改 以及呢 色彩空间啊 所以说对于R3D 这种RAW素材来说 它的设置啊 是非常丰富的啊 并且可调性 可控性的非常高 我们就比较喜欢 用这种素材来工作啊 那现在呢 我们要了解 它的两个概念啊 一个就是色彩空间 一个就是呢 我们说的这个GAMMA曲线啊 有些同学不是在问吗 啊 说709有什么GAMMA2.2 GAMMA2.4啊 这个东西呢 你要真正的去理解啊 这个709素材 其实它有一个白皮书啊 这个国际上有一个组织啊 它就专门编写这些 白皮书标准的文件啊 对于我们的709素材呢 它有很专业的数据啊 去给你描述啊 不是简单的 这样的一句话两句话啊 就把它非常精确的去描准 描述清楚的 对于我们来说啊 对于我们调色式来说呢 我们一定要明白啊 就是2.2 2.4 甚至2.6 2.35啊 这个在709里面呢 都曾经出现过啊 都曾经出现过 它在不同的时代啊 这个GAMMA值也在不停的发生改变 因为我今天的观看的介质啊 嗯 是在发生变化的 以前呢 是这个阴急射线的这个显示器啊 现在呢 是一种液晶的显示器 液晶技术呢 也在不断的发展 那甚至还有其他更新型的 这个发光设备啊 显示图像的设备 这个都会给GAMMA带来不同 所以你去在达文琴去进行工作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这个齿罗里面啊 咱们去看一下啊 你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看到它的色彩管理啊 我们达文琴现在默认是工作于709GAMMA 2.4的啊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推荐的一个数值啊 那么这个里面去工作呢 就比较适合于今天的啊 现代的这个709的设备 你要说拿出15年前的709设备 或者什么 它有可能啊 就会有一些不协调的地方啊 所以说在这些这些东西当中呢 我们还是尽量按照国际标准呢 去制作啊 至于有一些超出国际标准的地方标准啊 或者其他的一些标准 那你也要根据你的客户的这个播放设备 它的色彩空间 以及它的GAMMA 这个硬件的GAMMA来进行这个协调的设置和调整啊 所以这就需要做一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叫色彩管理啊 回过头来啊 再说我们这个log素材啊 现在你看到呢 就是一个这个RAW文件啊 这个RAW文件 这个RAW文件呢 它本身呢 它的曝光区限啊 是一个线性的啊 是一个线性的 我们简单来看一下这个后面的东西啊 嗯 我看我那三条线啊 在这个地方大概就是这样 我们的传感器啊 所记录下来的这个RAW文件啊 基本上是按照一个线性来记录的 就是点亮一根蜡烛 它呢 记录的亮度值就是一 两根蜡烛记录下来就是二啊 RAW文件最最原始呢 是用这个线性GAMMA啊 进行排列了 但是呢 它是活的啊 在达文件当中呢 我们可以修改这个GAMMA曲线啊 让它变成不是linear的 而是变成其他的 比如说变成709的GAMMA啊 或者变成Log的GAMMA啊 这都可以的 那么Log的GAMMA呢 就会呃 变得弯曲起来 它不再是一个直线型的 啊 你看这个图啊 它不再是一个直线的了 它变成弯曲的了啊 也就是超亮的部分呢 其实是被压暗了的啊 但是特别暗的地方呢 它又被有一个啊 提亮的一个操作 所以说它比较符合人眼的特性 其实我们人眼呢 啊 人的眼睛 其实本质上啊 也是一个Log 就是对数曝光的一个感受 对光线的感知就是这样啊 但是对Raw素材来说呢 它能够 嗯 一个也不丢失的啊 去记录我们的这些亮度跟 这个光电的一个转换啊 它不会丢失 而Log呢 实际上是压缩的啊 你比如看啊 5678 这些地方 它是被压缩过的啊 它存储的空间在左边 就变得非常的少 这个地方呢 是这么宽 但这边记录下来 就这么窄啊 这边呢 更宽 但是在这边记录下来啊 还是这么窄啊 所以说呢 它Log素材啊 可以说比起Raw素材来说 更小 这个能理解吧 是吧 它就更小 那么还有一种呢 就是被称之为 我们说的 常规的啊 709素材 709素材 比如说我们拿手机拍摄的啊 或者是拿这个广播机拍摄的 还有一些单反微单拍摄的啊 就是单反微单 现在也能拍log了啊 在它不能拍log的时候呢 它实际上是用了一种指数的啊 这个干嘛曲线 这个曲线呢 可以让我们更加剧烈的去压缩我们的数据 让我们能够啊 可能用大概8比特啊 就能够记录下来主体的我们想拍摄的场景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反射率在1%到反射率100%之间的这个物体 它就主要记录下来了 啊 这709只要有8比特 然后7档到8档的宽容度 就能把它记录下来啊 再加一点扩展啊 那么就能把高光部分啊 也给它记录下来啊 所以说 这就是一种更剧烈的压缩啊 更简单来说呢 它是一种指数的伽玛啊 而log素材是一种对数的伽玛啊 这就是数学当中的一些换算 大家感兴趣的东西呢 可以找一些这个数字影像技术啊 这样的图书啊 去观看啊 你能够理顺啊 其中的这个关系 在这儿我就不展开去讨论这个问题了 因为它可能会比较枯燥啊 可能会比较枯燥 就是探讨这部分的话题 但如果你懂了这些话题呢 呃 它就会对我们的工作呀 带来很大的帮助 尤其是色态管理啊 这一部分 好 所以我们把它总结成啊 大概一张啊 图 就是 这张图啊 在看这张图之前 先看一下这个伽玛 比如说我们看蓝色的这个线呢 就是709的伽玛啊 它其实呢 大家可以注意到啊 这个蓝色的线呢 它到百分之啊 107左右呢 它就截止了 看到这个地方啊 它就截止了 对 也就是说超白的高光部分 它已经记录不下来了 对 就被裁切了啊 这就是709素材 它的一个问题 那么这个 红色的线呢 这代表一个阿莱的LogC啊 它就到了百分之啊 1400啊 就到了14档左右的一个宽容度了啊 就是 记录的非常的宽啊 非常的宽 就是那些比百分之百更亮的啊 那些高光点什么的层次 它都能给你更好的记录下来啊 这是Log的优势 就是Log肯定在我们这个里面是大于啊 709的色域 以及它的亮度的宽容度的啊 那么对Raw来说呢 Raw的好处呢 在于它是就像一个呃 泥一样是吧 就好像我们说的陶土一样 变成泥 这个泥呢 可以捏是吧 它是最最原始的一个东西 可能就是水啊 就是土啊 这两个东西活成了泥啊 这个泥呢 可以捏成Log 还可以捏成709啊 捏成Log呢 它的空间就更大啊 它就是可能一块 还没有烧烧成的一块 一个碗啊 但形已经在了啊 但形已经在了啊 但709就是完全一块 就一个一个烧成的碗了 对吧 它再也变不成那个陶土了啊 就这样的一个 大概的一个关系啊 好 我们把它放在这个地方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刚才花了很多时间了 就想给大家去讲啊 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 Raw是一种非常原始的素材啊 好像就是一个最最原始的原材料啊 这个原材料呢 在达巴基当中 可以啊 把它的伽马修改为Log 也可以啊 修改为 轻有 所以它的变化呀 非常的多 而且它的色彩空间可以自由定义 你既可以设定为非常宽的一个色彩空间 也可以把它翻成一个 比较窄的色彩空间 那 但是Log素材 如果原生就是Log素材的话 它就丢失了Raw素材的一些原原始的参数 比如说白平衡啊 比如说ISO这些东西呢 那你在Log 就没有了 就没有办法设置 但是Raw是可以的 那么在达巴基当中 这个Log呢 也可以切换为这个709啊 怎么切换呢 往往就是两种方法啊 现在可能有三种方法吧 第一种就是我去挂一个LUT 就是LUT啊 从Log转709的这个LUT 还有一种呢 就是我去TC啊 完全的首条啊 还有一种呢 就是现在的色彩管理啊 我用色彩管理把这个输入的色彩空间设置为啊 这个Log 然后把输入空间的设置为709 这也是一种转换啊 那么这个图啊 就向大家啊 展示了我们Raw Log和709之间的关系啊 那再看最后一个啊 就是709能否转为Log呢 这也是可以的 但是呢 只是做一种技术上的转换 它不会增加宽容度啊 也不会增加色彩空间 它只是一个逆向的技术转换啊 这个可以通过LUT 或者是色彩空间啊 转换 插件啊 或者是手条 嗯 模拟手条模拟一下 这个也是可以做到的啊 那么把709能否转为这个Raw呢 目前来看啊 是很难做到的 我觉得可能变成的人 或者是做技术的人 可能会给他转过去 但转过去也不是真的Raw 是吧 也不是真的Raw 它是一个假的啊 这只是一种技术上的转换 而非真实的啊 所以说我们大家要把这个中间的 这个三个关系啊 搞清楚 所以说我我们就可以给大家简单的来回答一下啊 作为一个调试师入门的 尤其是啊 你应该解决的这几个问题啊 首先第一个问题 大家啊 还在耐着心听我们这个讲座的这个朋友啊 你可以自己解答一下 你问问自己能否解答Raw Log709各自代表着什么 他们之间能否相互的转换 如果可以转换 怎么转 如果不能转换 为什么不能转 对吧 这就是很重点的一个问题 那么第二 第三个啊 叫达芬奇可以支持哪些Raw文件 对不同的Raw文件啊 它的解析 各自有哪些特点 可以这么说吧 达芬奇支持的Raw呢 非常的丰富 比如说Ride呀 阿莱呀 阿莱呀 索尼呀 宋夏呀 包括他自己的BMD的啊 Blackmagic RAW DNG 这都可以啊 不过目前呢 不支持Progress RAW Atoms和苹果公司搞的这个Raw 他现在还不支持啊 怎样提高处理Raw文件的调色效率啊 这个我相信很多人也会遇到今天都8K的Raw了啊 你还在用一个笔记本向调8KRaw吗 如果你想调应该怎么设置你能否回答对吧 达芬奇当中有五项六项七八项对吧 几个地方把哪个地方的参数改一改 就能够让一个性能更差的电脑去处理更强的Raw的素材 这个我相信你脑海当中可能也浮现不出一个完美的答案来 这就是你应该系统学习调色的原因啊 否则你在网上看到的很多东西都是小打小闹啊 非常零散的知识点 他不能解决你根本的这个工作的问题 反倒给你增加了很多更多的疑惑 渲染Raw文件的时候 如何设置能够提高文件的品质 让文件做到啊又小又好又清楚 是吧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今天我还在跟这个王宁说呢 我说达芬奇现在自带的H264编码不太好啊 输出的文件比较大 画质压缩也比较狠啊 很难做到又小又好是吧 所以说这个对于编码文件输出 也是你应该掌握的这个知识 最后一个话题啊 Raw的色彩空间和干嘛曲线 应该如何选择啊 这个话题大家也可以去讨论啊 比如说Ride的素材啊 它的IPP2流程啊 它的传统的色彩科学流程 对于阿莱的素材啊 应该如何去设置啊 他们的色彩空间和干嘛曲线 阿莱Raw啊 它的曲线变化啊 可以说在达芬奇当中呢 都没有单独的面板啊 让你去调啊 你还要用其他的这个方法和手段啊 去去进行这个控制啊 好啊 我现在说了啊 可能大家已经犯困了啊 所以说下面呢 就交给王老师啊 让王老师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他用色彩科学啊 做项目的一个片子啊 我们切到达芬奇啊 今天我觉得就 可能就能聊一到两个话题 这十个难题啊 我觉得得直播好多次 这一次都搞不定啊 因为问题实在太多了啊 这个达芬奇你越学啊 越觉得应该深入的去学 对啊 这个不同的人去看达芬奇是不一样的 有人跟我说 达芬奇界面好简单啊 我觉得很容易掌握 很容易学 我说你只是看到了表面啊 看到他这个界面很简单 好像很好欺负 其实你越往里走 你发现啊 好的装修都在里边了啊 外面看上去啊 无比简洁 就和苹果的电脑一样 你看上去 这个设计非常的简洁 对吧 他笔记本就好像 一个一个一个平板一样 但是你把这壳卸开 你看里边的电路板 你看那个工艺 你看它是如何 你卸都卸不开 可以这么说 现在用苹果 包括我用苹果 苹果里面好多功能还不会 这是什么东西 你得往里刷 所以说深奥是隐藏在简洁之下 这个是需要大家呢 很好的去掌握 我们刚好有一个项目啊 这个项目呢 是啊 应该是爱丽莎拍的 这个 对啊 OK 我老师给大家 看看这条片子啊 并且呢 讲解一种 新的啊 色彩管理的调色模式 我们之前去调色的时候 大家可能 更多的 就是把素材拉进来 套个辣特 就开始调了 那么 不套辣特能不能调 能不能调的比套辣特还好 这个啊 话筒交给王老师啊 搞一下啊 好 我来这边 嗯 这个片子是我啊 前头选做的啊 前头选做的啊 啊 这个片子是一个 MV啊 一分钟的啊 小MV啊 切得比较碎啊 这个 好 我帮着大家来提问啊 我曾调一下这个素材 我现场还有我们两个同学 两个同学可以提问啊 你们 你们看他调的时候 有不懂的 你们就问啊 就刚好这个 创新型的学习 叫什么形式吗 啊 自己拿手切吧 是不是 拿手切 切得太碎了啊 切得就方便一点啊 拿手切 这达文奇 这个自己有 这个自动剪切啊 这个呢 就是光色的变化太大 对 太多 所以说 有的时候 它就不太好 处理啊 简单切一下吧 简单切一下 嗯 切完了 把项目背景简单介绍一下 对 好 好 大家稍等一下,我切一下这个素材 这个isi子是比较艾伶子是比较说的 这个好处 这个是捞着的 跟上夏一定是挑战的 它就被冰了 這個保濕的地步 或是這一個 煮一些 是 王老师先给看一下成片 成片那个链接在哪来着 刚才你给我了 我是不是可以发到群里头 可以发到群里 我给转到群里边吧 大家应该在咱们那个直播群里边 今天的这个成片准备不周 这个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有时候成片并不在调色师手里 这个话题 王老师给讲讲 你是调色师 你竟然拿不到成片 这怎么回事 因为成片是这样 这个是因为很曲折 这片拍的时候我在 我在 然后拍所有的现场调的时候 因为是自己家的片子 就是我姐姐她们拍了一个手办的一手办定的一个片子 简压背景 然后我去了就是帮忙调一下 那我就调一下 不过这个都是 你自己家的片子嘛 你就你可能要更上下心调一下 然后这时候我想了 因为之前调一种片子 都没有这个新的一个流程模式来做啊 这个流程就是ASUS CCT 以前也用过啊 只不过电影上 但是MV从来没用过这个流程 我想尝试一下 包括我当时也就是回到正片的时候 回到这个调子间的时候 调的时候也没有想过这个到底会发生什么 但是既然用了啊 就是接着这下去 不用管说结果是到底是 你是是不是特别特别好 是不是特别好 是不是特别好 或者说你有些问题 或者还不用这个ASUS CCT调啊 但是呢 我觉得尝试呢 MV用这种流程调呢 这种尝试呢 我觉得还是还是可以做一下 就我幸好是自己家人的片子 否则的话可能你这么调的话 其实呢 对于这个调色公司来说呀 他是会把素材要先给到调色公司啊 他给的呢 往往是粗茧的啊 然后粗茧的这个东西呢 我们调完色再给他发回去啊 这还要给他批量的发回去 发回去以后呢 他再去做包装 做完包装以后 还有合成啊 一些特效处理什么的 可能还要补一些 然后再要给调色这边再补一些 补完了 然后最终他们再成片 他们来合成 对 所以说调色师这边呢 往往都是很粗茧的这个调色后的素材 他并没有最高品质的成片 这一点呢 你这个当然可以找跟合作方去要 是吧 但有时候调色师啊 忙起来混天黑地的 是吧 然后经常 经常加班熬夜 可能对自己的作品 有很多人调了好多作品啊 都疏于整理啊 就是天天忙干活了 然后两年以后发现 哎 我还调和这个片 调很多东西 都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不过我们还是以后 再准备充分一点啊 我们还是讲怎么调吧 首先呢 首先呢 试试工程 工程这个 算是你试试好了 不动了 但是在赛管理的上面呢 就说了啊 是ACCT啊 你为什么选CCT呢 因为想尝试 它的一个赛空间范围更大 那个CC呢 CC就是 我觉得 它在运算上 它的止步兼不取向 我看过 它没有CCT完美 它是没有那么的柔和 所以说选择了这个CCT 保险一点 你才走个保险一点 其实这样 就是我们的SCC啊 它用 大多数用的是AP0的这个色域 AP0呢 是非常非常大的 然后它的Gama曲线呢 实际上是一条直线 对 就我们刚才说的那种RAW文件 就是RAW 是完全一条直线 而CCCT呢 是做一些改良 它大多数用的色带空间啊 就是那个色域啊 是AP1 就是AP1 你看A4CC一般用的AP0啊 然后 它的Gama曲线啊 是加了一个止步曲线的 就是专门用来模拟胶片 所以说可能有 又融合 有胶片这个处理经验的人呢 呃 更倾向于用ASUS CCT啊 这个色彩科学来工作 嗯 好 让我老师接着讲 呃 ASUS输入设备转换啊 我选的是 阿莱 什么叫输入转换呢 啊 就是 我把这个原始素材 选择它用什么拍的啊 比如阿莱 我选择这个 然后它自动呢 就是 你们看到 就把这个灰度去掉了 然后再选择输出设备 选择清酒啊 嗯 简单补充一下啊 就这个地方呢 输入设备转换相当于叫IDT啊 就imput 这个devices transform 叫IDT 就是输入设备转换 你拿什么拍的 对 然后当时 它的色彩空间和Gama曲线是什么 就把它设置好了啊 输出 这个 叫ODT啊 你要在什么地方拨 是吧 在什么地方你去应用啊 就把这个色彩空间 Gama也要设置对 比如说你要是在电视院的话 那你就是 PCN DCI了啊 所以这种 我设置好了 我保存 哎 发现 现在怎么就变少了 对 画面变了 但是时间线 为什么还 灰的 啊 这个 这个右键一下 对 最下 最下啊 最下 更新所有所有图 嗯 我那把这个 更新所有所有图 给更新一下啊 更新一下就好 OK 更新一下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看啊 嗯 原本上 原本上 进一下光箱吧 就是那个 光箱 这个时候看得很清楚啊 对很清楚 实际上啊 看的越实际是灰的啊 这个感觉宽量度也很大 但是这个进入地以后呢 你感觉这个色度 我首先感觉色彩饱和度爆炸了 对爆炸了 特别炸 特别饱和 然后暗部也特别暗啊 不还好 它这个亮部没有曝光特别厉害 但是饱度已经爆炸特别厉害了啊 这时候呢 我开始调啊 我找一个素材吧 找这个吧 这个 拿个短一点 我看看啊 手剪啊 这个太长了 中间这个 手剪的啊 短一点 那么这时候呢 我来判断这个素材 这个素材蓝的特别厉害 特别厉害 蓝的特别厉害 这时候呢 我要做 这是真的 真的要做一一调色了 一一调色了啊 而且特别暗 我把它这个暗部啊 先提起来啊 然后亮部呢 降下来啊 让它不要那么暴障啊 让它有一点 有一些啊 我降下来 刚刚按错键子了 然后原始啊 是这种啊 感觉特别重 特别重啊 特别重 特别重 原始 做完这个赛管理以后 它特别重 叔叔以后 那这种重 颜色这么重呢 是我们不想看到的啊 所以说 又把它调的 呃 细节和密度都在啊 但是颜色 蓝色也不能特别超线 感觉特别特别炸啊 嗯 所以要做这种 所以要做这种 现在有了这个试播器 真的很棒 大文奇 16新增的 那个色域试播器 啊 然后还有什么呢 就是你看啊 就蓝色 因为它是光色 用光色 加光那个灯牌的 啊 所以 它是用的 色光的灯 还是加了色纸 加是灯啊 是灯 灯 是那种RGB的那灯吗 对 那种灯 然后可以自己调色的那种灯 对 啊 自己调色的灯 就属于APP可以控制的 哦 那种灯来拍的 现在这个灯 灯具的发展也很牛 所以说呢 就在导演和摄影指导 先生系看到的画面啊 首先要保证你你最基础的颜色啊 应该是在那个在那个上面观察啊 嗯 基本上和这个很像很接近啊 很接近了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感觉它还是很蓝 那么再加加一个春节点 再继续调整它啊 把它这个亮部的蓝色呀 我看降一降 降一些啊 比方看它衣服那么炸 衣服那么炸啊 不要降太多 这时候呢 红色呢 往起稍微提一些 啊 啊 我说的是亮部啊 中复红的红呢 稍微也提提一点点啊 我在这呢 我就不用这个这个 色轮呢 啊 因为色轮不止管 而我的鼠标控制也不也不舒服啊 你比空里不舒服 这时候呢 我们来加一个变形节点啊 变形节点来突出一下这个人物的一个主体啊 我看一下 哎 这个在这儿 这时候呢 观察这个画面呢 它这个亮部已经挺亮了啊 已经挺亮了 那你再提到肯定超线了 这时候呢 我用这个中辉啊 往上提一点点亮度 然后呢 暗部往里烧提啊 啊 啊 是这种感觉啊 啊 尽量让画面的颜色呀 不要那么炸 然后再加一个 然后再加一个 变形节点啊 我把它的曲线呢 蓝色的曲线 薄度啊 把这点开 然后呢 稍降一下 稍降一些 不要太多啊 太多就会出现了一个应该不想看到的一个啊 碎裂啊 色节啊 这是不想看到的啊 降一点点啊 这时候呢 这个达米G16网新有一个功能啊 在这个节点里面啊 有一个叫 添加这个 Option加Y 添加一个 分离器和接隔器啊 啊 这个节点用的比较少啊 比较少啊 但是有时候也有妙用啊 对啊 所以说我来现在用 演示一下啊 用来这个工具 就是发现了 红绿蓝三个通道可以被它分开 对 啊 可以把直播画面往上拖一下 试播器啊 他要看试播器啊 好 给你看 啊 好 我把这个 左边这个图给它给大点 save的z一下啊 看这服务态度 哈哈哈 然后呢 他对应的上面是 红色绿色和蓝色啊 其实呢 我用这个 这个 rp混合系来进行调整一下啊 进行 进行一个调色啊 啊 都知道啊 这个是 这是蓝 这是蓝色啊 我选的这一点是蓝色啊 啊 你挑着蓝色 你看这蓝色啊 特别炸啊 啊 这绿的 蓝色里面绿通道啊 啊 这时候呢 啊 应该勾选那个保留亮度啊 这时候呢 我把这个蓝色通道啊 蓝色通道这个把它选取暗部啊 选取在暗部啊 因为这衣服 蓝色 其中在 呃 紫色衣服啊 其中在 紫色衣服啊 小丑嘛 紫色的衣服 这个其中在这个暗部比较多啊 所以说我选择一下它在暗部啊 蓝色啊 我选旋须 包括眼窝那个位置啊 然后呢 我来调整它 红色通道 啊 然后呢 我来选择绿色通道 选择它的 选择它的 亮部啊 选择它 已经肤色啊 肤色肤色位置啊 现在这边得到一个稍微比较正常的正常一点的画面啊 脸脸色 我不希望它变得 变得很绿啊 很绿啊 啊 红色呢 红色呢 红色我就单独选取红色啊 单独选取红色 选择 浴质啊 红色 跟它们选到 选不到 手动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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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红色沾的特别少 我直接啊 选取这个位置 Mask 啊 用这个来选 用这个位置来选啊 我把它红色降低啊 红色降低啊 红色降低 啊 一直不让它那么红 红的那么炸啊 红的那么炸 啊 降低了啊 红色降低 不让它那么炸 啊 这时候呢 添加一个春节点啊 我在这里面呢 用曲线工具 啊 用曲线工具 把它的整体亮度啊 这个色相对亮度啊 整体往上稍微提一点点 让它有点发光的感觉 发光的感觉 然后那个宝度对宝度呢 把它稍微降低一些 啊 稍微降低一些 啊 在这个 并行节点再加一个节点 然后把它的衣服选取出来啊 衣服 把它的衣服选取出来 挑上眼啊 挑上眼啊 那么最蓝的那个位置啊 不要那么明显 哦 泛蓝最蓝的位置 不要那么明显 然后呢 把这个柔化啊 尽可能打开 哦 把蓝色选取出来啊 把蓝色选取出来啊 这时候呢 选择蓝色通道啊 烧 烧降啊 烧降一些 啊 然后在色相啊 在薄度上面啊 降一些 然后在 在色相上面啊 微调一下啊 微调一下啊 然后呢 我再加一个 我再加一个 这个叫 创新节点啊 然后加一个 层级别节点啊 层级别节点 然后呢 把它 把这个 做一个叠价模式 啊 做一个叠价模式啊 然后下一层呢 选择十五号几点啊 啊 然后呢 因为选取 因为我选取蓝色啊 所以 RDBG 选蓝色选的 选的更更更明确啊 啊 选蓝色选的更干净啊 然后呢 在曲线工具下啊 在曲线工具下 把它的 把它往相反的方向拖拽啊 拖拖拽 得到了一个负片的效果啊 得到了一个负片的效果啊 这是我强调一下肤质啊 肤质会显得比较好啊 肤质啊 那这个时候呢 在这几点 这个几点 上面的几点上呢 然后你可以试一下啊 调整一下 它的颜色肤色啊 你看 它的脸上就有变化 脸上的光啊 受光照光学就变化啊 就有助于你调整 然后提起来一点止步 然后 降低一点暗部啊 稍体量 稍体量一点点啊 嗯 如果去到话 福指不会这样啊 不会承受这种状态啊 嗯 不会去这种状态 不会出现这种状态 然后呢 我再添加一个 添加一个这个串行节点 然后再添加一个 再添加一个 层级别节点 这时候呢 我在这十八号节点呢 加一个串行节点 哎 sorry 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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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然后呢 把这个节点连过去 嗯 把这个线 哎呦 你都卡好这个 来 你得最上来 啊 最初呢 我选择这个 条子里面 啊 算了我手手手手手手动来做啊 通过亮度 通过亮度来做 啊 看一下我把暗区选出来 暗区啊 我要选出暗区啊 选出来暗区啊 你看 还是选到蓝色的衣服啊 就这也是啊 这时候呢 用这个 曲线工具 去 降低暗部这个 暗部这个 保和度 啊 和 亮部的 呦 亮部这个保和度 啊 然后呢 降低整整整体的一个异色的一个保和度啊 啊 就我都降下去啊 看一下 我现在碎裂了 一股色牙太裂了 啊 这时候呢 把 上面几点啊 往黄里面调 往黄里面调一调 啊 黄 黄皮里面走一走 啊 最后呢 再加一个 穿几点啊 穿几点啊 加上穿几点 用这个四轮 调一下这个 整体的一个 风格 啊 暗部呢 暗部稍往这个 暖黄里面走一些啊 走走一些 其他呢 都往冷蓝色里面啊 中辉和亮波 往这个 蓝色里面走一些 啊 加一个暗角 挺复杂的啊 这挺复杂的 啊 加一个暗角啊 啊 反向一下 暗角给怎么加呢 嗯 加暗角的时候啊 不要用这个暗部去压 他这个 不要用暗部去压 这是他这个 就是这个暗角 你要用中辉 往下拽 往下拽 然后呢 提提这个量量量量部啊 往里提一些啊 这样他显得会比较透气啊 那可以试可以比较一下 到时候可以试一下 比较一下啊 这个区别在什么位置 嗯 脸部呢 咱们再处理一下 面部更细致的面部处理一下 嗯 嗯 再分为稍微花大一些啊 这一束呢 把它这个 暖色呀 尽可能的降一降啊 往皮里面走一点点啊 因为我这是这是笔啊 这个是笔 中辉呢 往暖 暖黄里面走一些啊 暗部呢 基本上就是你要往绿里面去行 因为他头发是绿的啊 去一点点绿啊 但不要太过啊 啊 中辉往红里走一些 也不像他脸特别轻啊 啊 整体 在第一个节点上 调整一下整体的饱和度啊 饱和度调整一下 啊 不要太高 控制一下整体的饱和度啊 然后呢 有 如果画面啊 有噪点的话 加一下降噪啊 加一下降噪 但是这这门 这门也不假了 就不假 不假降噪了 然后原始画面是这种啊 是这种感觉啊 就我调的时候呢 因为他这个拍的时候我在啊 夹光夹色啊 特别厉害啊 所以你想把它调到一个很很正常的一个状态 几乎是不太现实 现在让在在场的同学提点问题 韩 韩天树啊 你来吧 给你个麦啊 你问 你问问王老师 没有问题啊 好 红鱼 有问题不 你俩都这么凶涩呢 都学会了啊 没学会 这个画面 我一看见 看见这个画面的时候 我也惊讶坏了 没见过这个 刚才的调完之后 我一看这个画面对比一下 我也特别惊讶 没想到能调成这个样 因为我之前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 我就是觉得这个画面应该不能调了吧 觉得没救了是吧 哦 没学会 在履履节点吧 在履履节点 这个 把节点 开关一遍给大家看一下 是吧 哦 先关一下 哇 这个看上去确实 是有点吓人哈 一开始啊 开一下 嗯 都挨个开一下看 嗯 嗯 我这有断层 我没发现 我发现有断层 等会修一下那个断层 对 这个是 这个就是这个 分泌器和吸收器啊 这是什么什么 先大概开一遍再回答一下问题啊 对 哦 已经开了 嗯 嗯 有同学问为什么要用ASUS空间 哇 这就是尝试吧 尝试 一种尝试 我刚才说了也是尝试啊 哎 崩了吗 达文器16 啊 崩了 达文器16崩了 赶紧再开一下 哈哈 哎呀 dpx 输出发全力 可以 没问题啊 但是得给我们时间 给大家一些竞争是吧 看一看啊 是自动保存的吗 应该是 应该是 自动保存了 啊 这不刚好看一下吗 让大家明白一下啊 beta版 不要轻易尝试啊 对 现在虽然达文器16 发了 但是达文器16 现在是beta版的啊 它不是正式版的 还有吗 对就是那个双G 看呀应该有 因为在不在 还在啊 还在 节点还在 看素材怎么都黑了啊 哎呀 好了 还好 给大家说一下 自动保存在哪吧 有些同学可能 连自动保存在哪 都不知道呢 一个卡曼加豆泡 对 偏好设置啊 啊 然后在这个 用户 用户里面啊 一个项目 第二项是吧 第二项是项目保存 和加载啊 这个是保存和项目备份啊 咱们设置的10分钟啊 然后呢 对过去多有时间 就没有 对备份是来20 嗯 估计多久的进行 每天备份是两天啊 好 嗯 有同学想看你节点呢 然后把节点给 说要想梳理一下给 右键 右键 右键那个什么一下 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节点吧 哦 又特别多了 呃 把左边缩小点 给他们看一个 那个 大一点 对对对 看一下 Shift F一下 Shift F Shift F 嗯 不是 Shift F 对对 把那个节点再开开 节点面板 点 OK 对 然后再整理节点 在右边整理就行了 这样你就右边就 就空间足够大了啊 对 然后这个 你再对 把它拽着 梳理一下节点图就行了 拽着 然后拿笔给他们大概写写吧 我觉得就是 这一组节点大概是做什么呢 给他拿笔写写字 让大家看清楚 你看这老师当的 版书还得学习 啊 OK 其实分了几块啊 是分了几块啊 嗯 现在两同学都没学会 你说这怎么办 是这样的 是这样啊 我这个第一 第一个节点啊 第一个节点 嗯 就是 把它还原到 当时导演精神记 看到的画面 第一个节点叫还原 对 还原啊 还原啊 啊 这一块节点啊 这一块节点 现在就是二级吗 二级调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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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就处理一些局部的一些色彩 啊 蓝衣服啊 这蓝衣服啊 然后这个用曲线去修正一下 这个宝度啊 用一样这个图一下主体啊 啊 这个调整也是这个 其实属于一期调色里面 也是 也是 用来调整它的一个反差啊 啊 反差 这也在修脸嘛 是 这个调整脸的啊 这一纸呢 实际上 这个 因为它是 现在目前来说 它还是有一些过色的问题 嗯 啊 这主要修整它的蓝色 还有红色的一些过色的问题 所以 颜色溢出 对 对 衣橱 包括这个现在的画面看啊 还有一些 这个我还没修啊 嗯 但是我那些正片人们不知道啊 没修啊 因为很麻烦这个修这个 衣色啊 就现在颜色这个 这个位置啊 有同学看很细啊 有些断层了 它确实是啊 因为通过这 这么短的时间 这么这么几个工具 挺难修复的 啊 所以说还得进步加几点 一慢慢修复的啊 这就修复这个 它有一些过色的地方啊 过色的区域 包括红色啊 这是红色啊 修的蓝色 这两个其实都是修蓝色的啊 修蓝色的啊 啊 就是这个分离器和接合器啊 然后这个位置呢 我调一下这个曲线吧 也是保护度的曲线啊 然后呢 这个位置 我用了一个 我用了一个这个 叠加中的方式是做脸的 用脸脸上的复制啊 更有种这个精液剃的感觉吧 你没有这个的话 感觉肯定是没有这种感觉的啊 强调一下肤质啊 就肤质的质感 皮肤的质感 这个位置呢 其实还是在修它的修它的一个 保护度色的 你看看这明显是扣蓝色衣服吗 修它的这个 修它的这个过色的问题啊 但是现在目前的依然没有解决啊 这个呢 是调整一下 二十号节点呢 整体调整一下它的一个调性啊 调性 那么最后一个可能就是说过了 就是暗角 就是视觉机中画这么一个东西 一暗角 啊 基本上分几块来讲 大家就明白了 就我了我自己的节点是干嘛的啊 是在在做什么啊 啊 那么 下面呢 在在在在 调整一个啊 再调整一个画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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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画面也是蓝的 它这个蓝色加光夹特别厉害啊 波色特别厉害啊 这种画面啊 哦 然后呢 还是在第一个节点上呢 哇 又换了一个素材了 对 在这个节点上呢 这个我感觉光有点爆 爆对 嗯 就它 因为它在调整一个雾啊 雾啊 雾那个层次被这个光大比较平 哦 这时候你往里收一收 就不是说你拉拉反常了 这也是在拉反常啊 但是在收 嗯 嗯 就是有体积感了 那个后面呢 有一点体积感了 原来太平了啊 太平 烟雾啊 是调色师的大敌 但是又是造气氛必不可少的东西 因为最难抠的东西就是烟和雾啊 还有半透明的东西 稍微得到一个正常一些的画面啊 稍微得到一个稍微正常的画面 但是烟还是很难啊 但我调的时候 烟烟这个位置啊 我没有单独去处理啊 我只是把它保护度稍微降低了一些啊 这个画面相当于是比较简单一些 就比较简单啊 把它保护度啊 把保护度啊 保护度稍微降低一些啊 啊 看下画面啊 哎 稍微正常吧 嗯 然后加上几点 然后把它的一个 硬曲线呢 把它这个 翻车调整一下啊 啊 让它亮亮起来啊 但是不要爆啊 这是在第一个节点呢 把它这个 亮波啊 稍微收一点点啊 然后 并且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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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呢 通过这个曲线工具啊 曲线工具 对 把蓝色 保护度降低一些啊 看有没有色列问题出现没有啊 降低一些 这是用了曲线工具的吧 对 曲线工具 你为什么没用 吸管呢 嗯 因为这个烟入网 嗯 因为吸管吸 它很难吸干净 它肯定会碎碎掉 可以吸一下 是不是 啊 可以吸一下 再加并且点啊 我吸一下这个蓝色啊 啊 而且这吸管在这上面 哎呀 这上面不太好用 啊 对啊 这是16的bug 对 做色彩管理以后呢 这个吸管不行了 不行了 16β2好像就修复了这个文 对 这还是β1 对 行吗 就不演示了 就有些吸都吸不出来了 你现在 有问题 啊 但是呢 你其他的吸呢 它是有一些的 但是也有问题 这个吸的更不干净 你看 嗯 啊 换转工具可以 对 就是这个有问题 RGB可以 对RGB可以 但是很不柔 很不柔 对 吸特别硬啊 就吸的特别碎 就你怎么处理它 就反应特别小 啊 那些小人 就特别 画面到最后是这种状态 就 它肯定会碎的 肯定会闪 嗯 这样抠出来肯定不行 不达标这样 你抠出来 所以说 所以说发现这个问题以后 就 不用这个吸管工具 因为它不好用 啊 目前来说 不是太好用 嗯 啊 所以说在这里呢 对于二级调色呀 未必一定都得用吸管去吸 啊 你得根据具体的情况 有些时候曲线呢 也挺好用的 啊 哎 这降低的还还挺好的 对 尤其B-slide有一个叫Hue Shift 那个工具更好使 对 再天我们把这个素材扔到B-slide里 给大家再挑一遍 啊 看这个状态 比较一下去过的啊 去过的啊 嗯 嗯 就是让这个蓝别那么怯 那么深 那么深 对 它有点味道可以 你看现在有点味道 但是嗯 你不能让它是这种状态出现 对 你特别难看 就是电影感电视感之间的颜色 它在饱和度上 在色相偏差上 这个度和点你要拿捏好 对 你觉得你平常是如何去拿捏这个电影感跟电视感之间的一个平衡点 或者是有人就想要电视素材调整电影感 还有有人要把电影的感觉调整电视感这样的也很少啊 没有 对 几乎没有 都是想往电影的这个影调上去走 对 所以说就不能太艳 就不能太炸 就从饱和上来说别太炸 对 实际上就是你要达到一个画面的柔和性 通透性和柔和性 嗯 然后它色彩存度呢 色彩存度不要太高 它有一些色彩的混合性在里面 嗯 当然 我现在 直接了当地说 我觉得这个 它身后的那个烟雾特别平 是现场没打出体积感来 还是现在没调出来呢 就是主要是什么呢 主要是什么 我们如何去处理它后边那个 烟雾 对 光合这个东西的表现 让它的立体感更舒适起来 按说ASUS应该 应该能把这个表现得很好 对 就是 一直打光啊 这些后面丢了一光 后面 他人的后面 那个 他把光打了 感觉你现场测光的时候 估计没怎么测好 现场测光了 没有测光 凭感觉拍的 对 刺了一光 然后这个面部打了一道硬光 打的硬光 现在如果给后面的那个烟雾加个二级 能能拉出层次来吗 是 接下来 可以加个节点试试 我先调整一下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看不太清了 对 因为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当我们的片子 调完色以后 你在监视器上看挺好 但你把它渲染成H264 你扔到手机上一看 那个后面的烟雾 是一个白板 它是平的 平的 所以说作为调整师来说呢 一定要 在 检查你的片子 你 你如果在监视器上看 这个光影都平了 我觉得它再经过压缩 再扔到那个 网络平台上 就更没法看了 对 这边 调上来的暗博 调上来的主要调上来的这个光啊 然后呢 黄马斯克 红 人的附近啊 人的身上套一个马斯克 啊 这个得看一下啊 这个不断的放大 看 嗯 有一个同学提问了 你看一下 有时候你在手机上看 那就看这个 我们是以一个监视器为最终点稳的 你不能 但我就想在手机上看 但客户不听你的呀 他就要在手机上看 嗯 那就掌握 那就你 你把客户的手机 和你的手机看 是不是能 能够参考好啊 掌握掌握一个平衡 但是需要调度的经验 这很痛苦 这不仅是说你们痛苦 我也挺痛苦的 我经常遇到这样 说我 我又记得在iPad上 屏幕手机上 华为三星 这个平台上 那么我还要在这个 电视机上 看到一致的画面 这个 嗯 对 一致性 这个是一个单独校准的问题 先可以给你解决一个问题啊 先解答大家的一个问题啊 就是在手机上审片 还有Pad上审片 这一件事情正在变得越来越普遍 越来越普遍 这个问题肯定是要解决的 而且呢 也是我们作为调子师 呃 Frame IO啊 你点一下那个小火箭啊 我给大家补充一个知识点吧 交付 啊 交付 啊 等会咱们再把它调一下 往右转 摩托板往右转 啊 Frame IO跑哪去了 往右转 啊 没有把我的那个 Frame IO的东西加进来 应该是自己添加账户了啊 等等我设置完了再给大家看嘛 啊 我给大家解释完这个话题啊 啊 就是说Frame IO呢 就是一个网络协作平台 啊 那么不同的人导演 制片人 摄影指导调子师 都可以通过一个网站 登陆一个私密的一个网页 在这个网页上呢 每个人都可以去审 看这个素材 并且提出意见 所以这个时候呢 大家其实就等于在网络上审片了 调子师的片直接就是发到手机上 或者Pad上这么去看的 或者在一个iMac电脑上这么去看的 啊 那么这个你要注意就是电脑的色彩空间呢 是sRGB啊 它的干嘛值呢 往往是2.2 对 呃 而我们的监视器呢 往往是709 然后加上干嘛2.4 所以它们之间呢 还是有些差异的 呃 这一点呢 你要做一个色彩空间的转换 就能看到更准确的色彩 就是我们如果用了ASUS 就ACES 对 那么你可以设置IDT IDT就是素材的嘛 这个不用管 那么你设置ODT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你的素材输出 对 你把它设置为适合SRGB干嘛2.2的 这个色彩 那么大家去审片的时候 就有比较类似的这个标准了 啊 如果你不使用ASUS去转 ASUS 因为它很容易在709和SRGB 还有P3 这个色域之间的进行切换 嗯 但是如果你是用传统的这个色彩管理模式 你可以套LUT 就是在输出 时间线啊 这个地方套一个709和SRGB 的LUT 这样呢 再输出你的片子 啊 让大家都在网络的这个色彩模式下去观看 啊 还有一点呢 就是大家要注意试播器的值 啊 我们的试播器呢 这个里面呢 这个0到1023的值 这个值呢 还牵扯到一个数据级别 啊 和这个合法的这个 呃 Full就是全全信号啊 这个级别的这个问题 是Full还是Legal的 那么在这里面呢 你如果是去做电视 这个尤其要注意啊 我们电视呢 用的是一个Legal信号 而对于网络和这个 这个电影呢 啊 他用的是一个Full信号啊 所以你不应该让你的 这个 这个 试播器啊 超出太多 啊 比如说你的白啊 黑啊 什么这些东西超太多的话 那么 上到别的地方以后 它的层次感就会被削弱啊 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啊 好 基本上就解释这么多吧 就是这个问题呢 呃 你和客户解释 没有什么好解释的 就是要求大家 尽量都用苹果手机 或者Pad 啊 然后如果用其他手机 肯定看到颜色不一样 因为手机的伽马值和白点 还有色域都不一样 所以说会出现比较大的差异 最好大家都能用相同的这个设备 啊 然后将来我相信国内呢 也会出现越多 越来越多的这种协作型的网站 呃 大家都通过一个 可能现在有一些网站啊 就是超那个frame.io的 就是国外的那个网站 可以让你在 在微信上审片 就微信上有一个小程序 现在有一个 你用过那个吗 我目前还没用过 那个 是 就是超frame.io的 他就是 可以让你一把片 发给你的客户 然后他手机打开以后 马上就能看到 你调色的前后结果 或者是审一个成片 还是没水印的 然后一个什么的 我这就不给他做广告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 模式啊 肯定是未来的一个发展 对 在监视器上审片肯定是重要的 但是说 用手机和Pi的审片 这个趋势 是不可阻挡的 啊 在这里面呢 你需要掌握 非常多的色彩管理的知识 啊 我们通过一期直播 很难给大家去讲明白啊 我在课堂上 还得讲一天 半天的 才能把这个事给你捞到清楚 最后也没帮大家 就是百分之百把问题解决 啊 因为你的终端不一样 是吧 你没有办法现在给手机去挂一个LUT LUT啊 去做这个色彩管理 OK 我们就补充到这啊 让王老师再接下来给大家讲啊 啊 我现在我正在做什么呢 做这个 这个 就是 一样的那个层次啊 他运动幅度不大啊 你用MASK可以解决啊 今天用MASK解决 啊 今天直播就没挂这个调台啊 所以说比较慢 比较慢 比较慢 嗯 刚才感觉那个立体感更丰富了 嗯 就是 这个物的白还能拉的更白吗 这就爆了 把那个Gamma能降下来吗 Gamma Gamma降了就灰了 就很脏 很脏 他就脏了 对很脏啊 但是能把他的那个高光拉起来吗 爆 那个高光 Log的高光呢 也 不行 也是 试一试 没有作用啊 没有作用啊 有一点作用 也是拦了 所以说这个 光物是吧 是 调子是最头疼的东西 嗯 嗯 但是 我想啊 如果在现场 测光测的更准一些的话 应该还是可以更好的控制啊 当然在这里面光物起到了一个环境烘托的一个冷调的作用啊 人脸上其实还是打了一个暖光对吧 打了一个特别黄的一个一个光 还是想冷暖做对比 对 但是因为现在我一直觉得啊 就是现在就开始了强冷暖对比的 现在已经很少了 嗯 就有一些就可以不要太过分 嗯 现在有的还是在走背景钢那个路路线嘛 嗯 那个时代也过去了 那是好多年钱了 这个客户的需求 他们的要求 或者对风格的调性 对你这边有没有一个一些要求 高宝盒 想要高宝盒是吧 高宝盒 但是你觉得不适合太高宝盒 对对 所以说也在博弈 也在博弈 如果就按照那个高宝盒的图 你给他看 看过吗 看过 就直接ASUS这种 看过 能要吗 他们说这个颜色稍微有点重了 稍微有点重 就是他像要一高宝盒 但是还是觉得那个有点重口味了 对 因为确实是如果宝盒都太焦了的话 也不舒服 就看起来他不耐看 看起来就感觉特别刺激 而且高宝盒 但是又不是特别透的那种色彩 会让人心里发堵 对 堵的比较厉害 好 我觉得这样的片子用HDR调应该会好很多 你知道吗 那个雾的体积感还有人脸的亮度就能出来 对 真是这样的 所以下一次抽空得搞一次HDR的直播 可以搞一下 搞下这个HDR直播 因为这个 他不太 现在看那种SDR的吧 已经有点 有点觉得有点那什么了 审美疲劳吧 对 都是这种 HDR HDR 会有不同的特点 但是HDR直播最头疼的就是我们所有的播出设备 大家去看的时候都是709的去看 这就体现不出来的一个感觉 挺尴尬 挺尴尬的事 所以必须现场看 比较一下 就要眼见为时 比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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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那重点呢就是抑制了一下那个特别怯的 特别生的啊 对 这个蓝让它变得更加成熟了一点 对 然后主要是把一些 但如何表现它这种张狂呢 比如说它这个有点说畅 有点愤世疾俗 有点你看那个这个MV那个词 歌词是吧 对 客户有没有给提这方面的要求 没有 其实我调这个 现在我调这版和我给客户那版 不太一样 对 现在这版就是真的性冷淡那种感觉 就是它没有那么 有点跟客户的需求打架了 对 它 所以说就是我最后又把宝都加上来了 嗯 所以蓝色还是 后面你提宝盒你是用什么方法提的呢 就是我这个蓝色 你是整体加了一宝盒 还是说 没有 还是蓝色呀 蓝色这个宝盒呀 嗯 我觉得适当提一点可能更符合客户他那个审美吧 对 他也别提太 对 太窃太过了 也就是 也就是这个程度 目前看这个程度 啊 目前看这个程度 我没有提太多 因为我也在 我也在和客户博弈啊 嗯 就是提太多了 那我还不能就掏完这A字啊 嗯 我给你交便 嗯 所以说就是不希望他那么些 所以提了一点点 这可能有点 这可能有点多啊 提的有点多啊 其实还没这么多 嗯 嗯 一半吧 一半这么多 啊 没有那么多啊 啊 没有那么多 啊 希望他肤色正常啊 啊 就是环境有点点的味道 可以 那不要太炸 不要太炸 好啊 我们 接着下一个话题啊 啊 我今天应该差不多能聊两个话题 咱们再换一换 换一换 换一换 你知道你也那个活动活动活动 活动活动 小丑一个吧 嗯 哎 小丑这个画面啊 嗯 实际上 那个那个那个 就刚刚有一个同学 看了断层问题啊 手机也看了断层问题 刚我没发现也没注意到啊 现在这个黄绿很难受 对 这光在变 光在变 它断层啊 不会断层 调的太熊 特别熊了 你看那原始 可能原始啊 嗯 他就有 他就因为有断层 脸上就一只闪啊 这肯定是 有问题的 需要解决的 对 就是它这个色彩溢出 实在是太猛烈了 对 嗯 原始就有断层 对 但你要是 昨天的这个ASUS上就有问题 这还需要继续去解决 对 嗯 所以说降噪嘛 嗯 它降噪以后 它可能会有点 这叫什么啊 这叫叫叫叫叫叫 裕带王冠必成其重 对 什么意思呢 就是ACES啊 这种色彩管理模式 呃 听上去很高级 然后呢 是一个国际通用的啊 一种色彩管理的一个模式 但是你要是用它的话 啊 有 不少的风险 对 如果自己没有两把刷子 有很多问题 比如说溢色的问题 对 你是解决不了的啊 所以说在这个里面呢 色彩管理 它是个好工具啊 它可以给你更粘的波形 更大的调整空间 更细腻的处理 但是你要承受啊 它带来的负面的影响和作用 对 但是呢 那就是尝试嘛 还好那个问题最后解决了 嗯 就它成变的时候没有出现这种断层 断层的一个状态 嗯 但是呢有些镜头 比如说我给大家看一下 有个镜头啊 有个变光的镜头 这个镜头 从这个位置变光 这个位置变光哈 这镜头 嗯嗯嗯 我从 我在A44里面转成 把它变成了一个 青零酒 嗯 灰度调的 嗯 因为这个 这个最后断层是相当可怕的 因为它变光了 嗯 变得特别厉害 这种状态特别厉害 从这个位置啊 到这个位置变光特别厉害 嗯 这个断层是特别可怕的 啊 所以说他们其实是为更宽色域的这个设备准备的 嗯 因为我们现在是个709 709呢非常的小 大概只占人眼色域的30%多 所以如果我能有一个2020的这个色域的设备 还是用ASUS 但是把它映射到2020 它的色彩的饱和度会舒服很多 对舒服多 现在就是这个我 但没办法 你现在没有这么宽色域的显示设备 对 所以说就是我在调的时候 就是 就是你既然尝试了 嗯 你既然尝试了 嗯 就是我觉得你尝试了 你觉得 你比如说我尝试了不行 我就撤了 我换了 我不用这个条了 嗯 那今天尝试已经开始了 那你就 我觉得我这种性格就是做下去 嗯 解决吧 那一色你想办法解决一色吗 啊 就把一就把一色解决掉 啊 不过还还好 就是客户接受了 然后 嗯 这个尝试呢 也更了解这个ASUS这个状态 就是16版本的状态是什么样 就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对啊 只要你决心挑战了啊 你总是能够找到 你不用了 后来我不用了 你就怂了嘛 嗯 嗯 这我觉得就没什么太大意义 啊 还是还是就是尝试先办法嘛 嗯 这肯定会有办法解决的 啊 好 有个同学说2020得去影院挑吧 其实这个不是这样的 2020是下一代UHD的这个超高清电视的色彩标准啊 目前影院电影用的还是这个P3色域 对P3色域 P3是小于2020的啊 这个2020比P3还要大 呃 但目前来说呢 没有任何设备能够百分之百覆盖2020色域 嗯 能覆盖P3的都已经不错了啊 所以我们还得等着技术呢继续发展啊 然后 我们影院的这个色域也极大的扩展啊 不过好的一点 我用一次重新调了一遍 从大哥的MV啊 嗯 没有任何问题 嗯 那个就是特别 那个曝光 它没有这么多的色光 对 其实最容易超标的 是就是色光的这些色域 对 非常鲜艳 大家拿手机去拍摄夜景 你深有体会 你拍一个霓虹灯 拍一个夜景 你能把它拍漂亮了 拿手机拍漂亮是不容易的 对 手机它默认拍的色域非常的狭窄啊 所以出来的颜色都是糊的啊 色彩都是糊的 对 所以说就是 我试了好多次 因为这个 这个灯的色光就是它超标了 它应该很大 甚至有些已经超过2020色域 所以说 特别少 在压缩到这个映射到七零九上 就出现了现在这个 对 严重超标的这种情况 对 所以说就是 我在试称大哥 我那我从调里边称大哥 调上他以后调上称大哥 我发现那个一点问题没有 特别容易特别简单 对 但是人是会变的 不同时代的观众的审美啊 会变的 比如说电影 电影有噪点 有些人接受 有些人不接受 年轻一代可能喜欢更干净 更透亮 更鲜艳 更明亮 更刺激的颜色 他能接受 对 那你可能上一代的观众 就接受不了啊 这么刺激 这颜色怎么这么爆炸 但是新一代的观众啊 他就可以啊 所以说这也是值得考虑的一个问题 好 换段素材看看 这有几段 第一 弱光的这个爱丽莎的素材啊 啊 咱们呢 接着给大家讲吧 我们把这几个阿莱爱丽莎拍的素材先用常规的色彩管理做一下 来 先用YRGB做一下 大家看看啊 这个 大家现在看到了就是我常说的啊 那种灰片啊 灰片啊 素材看上去蒙了一层雾啊 这阿莱 这一种呢 这个是LogC 它呢我们现在拿到这个素材是他官方一些素材啊 并不是一个 它不是Raw 啊 不是Raw 它是Program44 但是LogC的编码 这种呢 可以套个LOT D啊挂个LogC转709的试试 来套一个 嗯 看看感觉 好 大家能看到这个感觉啊 把那几段都挂上简单看一下 看一下 粘一下就可以了 中间粘一下 粘一下 后面不是了 后面是其他素材了 就看前面这几段吧 好 这也是啊 这也是啊 对 低光的这个啊 好 这也是LogC转709啊 看右边这个 看左右 你看右边 我觉得几乎死黑了 对 这个能不能拉起来 可以试试 嗯 拉起来应该是问题不大 嗯 暗部拉起来 好 伽玛拉起来 啊 看看噪点的表现 这应该就是模拟那种清晨吧 对 就是太阳刚刚要升体啊 你看全是噪点 满屏噪点 看到没有 全是噪点 嗯 所以这个拍摄意图啊 就是要要表现一个人的 呃 半剪影的那个状态 对半剪影 对 他不是一个说要你把它提 不是纯剪影 但是呢 也要看清人的轮廓 以及呃 他的明暗转变的东西 就夜线那个位置的 微微的荧光位置 和后面那个微微反射 慢玩射的位置的光 嗯 嗯 这个图可以抓一个竞针 一会我们跟ASUS比一下 ACES 我们比一下啊 嗯 ENC一下 你这直接抓那什么了 我要抓到那个什么里面 一会好比较 哦 就抓一竞针 抓竞针 对 好 嗯 切个ASUS吧 切切一下 嗯 让他把这个辣子去掉啊 对去掉就行了 嗯 嗯 ok 我显示一下 对哇 第一个先这样转出来好像 也非常非常黑啊 转成709以后 非常黑 我们再拉一下 再拉一下这个 这个色彩啊 哎 阴影和中辉啊 再往上看一下 再放大 啊 还是造点 还是有造点 嗯 比较一下 我们比较一下这两 两个图啊 这个 这样滑不了 滑不了 只能这么滑 你买25万的台子 对 买25万台子 你买25万台子就可以了 就可以滑了 对 就可以滑了 就滑不了 就全屏 就应该全屏都能滑吧 没试过 啊 你把那个播放 播放一下 你刚才是不是在中间针 中间针抓的那个什么呀 你把播放头弄 把它人 人对上位 把那个 那个印跟那个什么 对上位 是在哪抓的 中间针吗 还是 不是这儿 再往前点 我看这个图 嗯 是前面吧 前面 让它大概对上位 哦 哎 再往后点应该是吧 就是手已经合十了 看 合十了 好 哎 这儿了 合了好几次 嗯 还是不是这个 差不多了 行吗 再往后点找找 哎 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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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了感觉 差不多了 看一看 啊 方大爷要看一下 你滑一下 你你 sift f的时候滑一下吧 sift f 嗯 嗯 sift z一下对 这个时候滑一下咱们看 比较一下他们的那个区别啊 也可以把识波器打打开看一看吧 右键显示识波器 嗯 右键去 这下 缩小一下咱们看看什么呢 分量吧 对分量比较不能说明问题 对 缩小一下吧 对 这时候再滑滑像咱们再看一看啊 看一下啊 一个是用LUT啊 转的一个是用ACES啊 转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 嗯 LUT啊 嗯 他在这种情况下 提起来 嗯 他不如这个 嗯 他很多细节都很 嗯 然后呢 他一个轻易度啊 嗯 差很多 ASUS的反差更明确一些啊 噪点是都有的 因为他 这是传染器上原原始的噪点的问题啊 这是他信噪比的问题 我们之所以拉亮呢 是让大家看看 呃 其实你真正调色不可能把它拉这么亮啊 现在把它拉亮嘛 让大家 比较一下啊 当然 嗯 从这个这个 扎实的程度来说啊 就 套LUT 你提一点啊 全全都灰掉 特别脏 嗯 你你从 你拿 把它拉亮以后呢 它还是反扎的就 嗯 相对来 相对这个 那个LUT来说 咱们比较扎实 啊 在这个角度来讲 嗯 其实我们把它转到ACES啊 相当于给它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空间 它在这个空间里面呢 再以709啊 为一个操作的 就是调色的这样一个观看的一个空间 啊 再去给它进行工作 作为一个观察窗口吧 其实这个ODT相当于一个观察窗口啊 还是要进行扭曲的 因为它原始的空间太大了 所以必须进入调色来扭曲这个 这个亮度和反差 提的不够那什么 因为我这提的不够 还没有这个 是不是也没有一样 嗯 就是以后 看看它的 嗯 你再继续 继续比较一下 嗯 啊 这个能能够感觉出来了 嗯 通速感还是比这个辣子强 啊 通速感 包括这个 这个柱子这个 柱子上面这个 表现啊 嗯 还是那次是 又生一丑吧 嗯 又生一丑 包括人业这个状态 嗯 声音没声呢 看 啊 说王老师怎么没声音呢 我就是卖车上碰碰碰 卖碰断了 现在好没好 哎 现在应该好了吧 今天也好了 嗯 你这些讲讲课店就没了 啊 你得自己给自己打鸡鞋 懂吧 对 对 要直播啊 你要提这个观众 对吧 将来我们还得卖票呢 对吧 将来 咱俩还得出现那个 卖艺呢 对 勇学呢 哈哈哈 嗯 啊 确实更生一筹吧 从这表现上来讲 啊 所以说 嗯 我选择这个AXS来 来说就是 我其实我也看好他这个表现 嗯 就他这个在这个 色度 异色 嗯 这个东西啊 对 刚才这个图啊只是简单的看一下啊 并不是一个科学的比较啊 只是 表达一种感受 就是调色师啊 他从 套辣的调色到转到 ACES调色 他的手感有很大的变化 对啊 那么你转这个环 推这个球的时候啊 那么他 对 同样一个画面的操作 跟你用辣的时候 跟 用AXS的时候 是完全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 所以只能简单的去比较一下 你要说调 呃 挂LOT调色 已经调了几十年了 对吧 调了很多大片 很多电影啊 我们不能说那个东西就不好 对 那个东西它是很经典的啊 一种流程 呃 现在呢 AXS带来另外一种工作流程 这种流程呢 有些人很喜欢 有些人很讨厌 但是呢 勇于尝鲜 勇于尝试啊 这个能面向未来 因为在将来我们的播放设备 亮度的空间 色域的空间 都会比原来更大 这都要求大家 对素材进行色彩管理 否则用传统的方式啊 我们只用LUT去给它转换 比如转到2020啊 转到HLG啊 转到这个PQ啊 这个HDR的这个东西的时候 就不如啊 用色彩管理的方式啊 来的更科学 对 然后呢 断层更少 然后 调节起来呢 就是可调性更丰富 啊 这都是面向未来的啊 所以从现在着手 大家应该 了解和研究一下啊 相关的知识 有同学和我说 他说 这W7S的有些问题啊 确实是 还不够完善 W7S一步步在完善 对啊 然后 呃 说B-S-Lite啊 嗯 那对啊 B-S-Lite现在是 比弹性要完善一些 就色彩管理上 那算 算法要更优秀一些 对更优秀一些 啊 回答两个问题啊 所有素材都能使用ASUS吗 当然啊 都可以使用 可以设置好正确的IDT 对 但是如果一些素材 没有正确的IDT 那就麻烦了 比如说大疆的一些素材 可能像现在就没有正确的IDT 所以呢 他就 不能在ASUS里面 得到很好的一个表现 但是这样的色彩管理是可以绕过的 你可以还使用 挂Lite或者手调的方式啊 来处理 嗯 后面的问题就不用回答了啊 420件ASUS 这个跟色彩采样啊 没有关系 422 420 444啊 这个都可以 用ASUS进行调色 就是现在习惯于这种 ASUS调色以后 你发现手感啊 你再调这个 普通的这个 用这个 VSB方式来调 嗯 你感觉更轻松 嗯 更容易 因为他这个 这个手感 你可以极端的给大家调一下啊 大家看看 啊 换一段素材 嗯 看看啊 嗯 好啊 这是系统直出的转709啊 相当于Alylog C通过ACES啊 这个色彩管理模式 现在把它色彩空间映射到了709 用ASUS调的好处呢 就是将来你想把这条片子出一个P3色域的啊 你可以把ODT啊 改成P3 P3 想要做杜比Vision啊 可以改成PQ啊 想要做HLG呢 你就可以修改为啊 HLG的这个Gamma 啊 它特别黏 黏度特别高 所以它基本上可以遵从啊 一次调色 然后呢 嗯 就输出物料的时候特别方便 而你使用传统的方式去调色 嗯 你比如说SRDB 啊 709 P3 还有2020HLG 呃PQ等等 这个时候你每改一次色彩空间呢 都需要对素材再进行一次调整 哪怕是微调也要调啊 所以说在出物料的时候就比较麻烦啊 Asus啊希望把这个东西能够统一起来 加一个 用曲线 低下 嗯 嗯 可以调成清透一点的了啊 本来它拍的可能 没有这么清透啊 我们现在就照着 真人秀的这个色彩去调了啊 对 你可以调一个真人秀的啊 清透一点的啊 其实它这个拍的调性并不是要清透啊 嗯 就黄现在感觉 黄 斯文的降一点 但是墙呢墙是蓝的你看到没有 墙是冷的啊 人的皮肤是黄的 嗯 所以说呢 只能调嘛 只能调 只能调 没有什么捷径 只能 只能 中回 保持一个 很好的一个 色彩感 啊 不要太 过 最初我要用 我要用到log了 啊 因为这个 发现黑人这个位置 头的这个时钟不够透啊 不够 拉边来啊 用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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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多啊 因为文维斯斯的时候用log 比较多啊 啊 然后呢 调整一下这个复制啊 跌加模式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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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下 啊 你这招是常用啊 嗯 啊 这个 这个肤质啊 嗯 调整肤质它这光比较柔和 肤色啊 在不愿意强的曝光虫下的肤色得到了 刚才我记得就有个同学问什么了 这个同学问一下什么 一般什么类型的 适合用这种负片叠加的逻辑来控制光线 广告 广告 广告它去调整一个人的皮肤啊 广告 这是我们老学员了 问的问题都是直奔主题 广告 广告 我看看那个叠加再看一眼 开关一下 给大家大概讲一讲啊 上次前几周期上次直播我们就讲过这个问题 再看一看放大一点 我再给大家补充两句 说服这一下 哇 来 这个东西啊 你看头发的光泽 看头发的光泽是吧 是变了 有没有感觉到 嗯 可以 把皮肤啊 还有一些有光泽度的东西重新进行梳理啊 你可以试一下大家 啊 这很硬 然后你加热效果 它变得比较融合 嗯 好 9点55了啊 两个小时了 马上就要结束了 大家 呃 再看一下啊 我们再大概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直播 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我们看看下一个那个主题是什么来着 十个话题我们今天争取再讲一个看看 看看我的PPT里面 哦 稍等我一下啊 嗯 稍等我一下 这个啊 这个啊 现在来 哦 哦 你确实来晚了啊 那个同学 马上就快结束了 你才来 收藏牙啊 我家最后一个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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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把电影杆调成了电视杆啊 就是我们 呵呵呵 反向调色法 如何把一片子调成 这个电视真神秀 综艺节目 好有同学问有没有回看 这个回看应该是没有 我会把这一期的直播 重新剪辑包装 然后做成加密的教程 然后这期应该是免费发给大家吧 但是我会加密 我们会使用一个专门的加密播放器 来让大家去观看 到时候注意我们的群里的信息 还有朋友圈 还有咱们春心开讲调色的 培训学员的内部群 我都会在这个里面发布的 还有我的这个 还有我的什么呢 订阅号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订阅号 以后我们会分成两种类型的这个直播来搞 一种就是完全公开的这种直播类型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现在的这种加密直播 这种加密直播 我们这次是第一次搞 就希望能够人的控制的更少一点 然后大家提的问题 更贴近实战 更贴合自己的工作一点 再一种呢 可能将来还会再搞一种就是收费直播吧 我们总是要卖票的嘛 人总是要吃饭的嘛 是吧 这一步一步来吧 我们慢慢的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然后直播也要坚持做下去 这个朋友可以 可以收 一般收 数个人都要还可以调调 你调调有这个工具的话 官方调调大的 25万那个 还有这个你这个 有这个工具啊 可以调调来进行测试 如果没有的话也可以用鼠标啊 有时候是台子和鼠标 我我是用那迷你啊 你能卖炸了 我离远的 有些时候啊 我是用我是用迷你 迷你的 然后我是用鼠标和迷你配合来操作的 曲线啊 曲线 这个曲线工具的时候 都挺多的啊 就是鼠标和调材工作都挺多的啊 都挺多的啊 没有说工具 这上面这个东西没必要 呃 调台像这种工具 没有什么 就是说你可以就是 哎 什么时候该拧 这个 该拧这个 手标 该用鼠标啊 没有这个啊 怎么方便怎么来 达到快速达到 我觉得曲线工具 如果你有迷你调色台应该是还是很方便的啊 尤其他二级调色曲线 对 还有就是 背斯带的曲线是最牛逼的啊 那个等下 以后直播再给大家看吧 那个真的是 因为他的曲线精度的控制要高很多啊 所以说就是用这个ASUS调色啊 好 感觉 再回答大家几个问题呢 刚才那个 累吗 还行 精力还行 可以啊 好 那再聊一会儿 那个看这个蕾哥 什么 说我刚才视频下ASUS以后 感觉按部造点 颗粒大了好多啊 这个你看你这个素材是什么状态的啊 素材是什么状态的 所以你试一下 素材状态是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啊 ELEMENT你需要用鼠标啊 ELEMENT需要用鼠标 可以啊 啊 ELEMENT需要用鼠标了啊 ELEMENT没有没有就是控制曲线的工具 对 你需要用鼠标来凸准 好 再聊第二个话题啊 既然直播一次 不容易 那就再聊一个 把我PPT打开啊 我看我第二话题是什么呢 这 02 啊 套底 好了 那接下来聊一聊套底的话题啊 呃 全屏一下 全屏一下啊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就就那三角 就那三角啊 这个话题啊 就值得单独聊一期啊 因为现在呢 我们只能聊一会儿啊 聊一会儿吧 我觉得啊 这个 套底的原始概念是什么 EDL XML AAF 套底 到底都有什么区别啊 到底都有什么区别啊 怎么样合理管理你的文件加目录结构 这个主要是指着你的DIT啊 还有调色时候素材管理的问题 你的代理文件啊 RAW文件 成篇文件 特效文件啊 都怎么放置 再一个啊 再一个怎样使用达芬奇对素材进行转代理操作 呃 这也是DIT的一部分工作啊 你总要转码了吗 你要调小文件 这个减小文件 你要调大文件啊 这也是需要掌握的知识 套底前注意事项有哪些 这个东西啊 非常重要啊 就套底前的注意事项 有很多人呢 他根本就没有注意这一点啊 拿个PR 拿个Fino 乱七八糟 什么转场啊 特效啊 插件啊 呃 什么都都不管 然后过来就套 套了就就骂达芬奇套不上 那肯定套不上呀 对不对 你拿这个这个 这个复合片段 马车的轮子 你装火车上 那么咔咔就断了吗 对不对 除了复合片段 套底啊 是一个非常工业化的一个啊 非常讲究这个流水线的精更细做 然后规范化啊 流程化的这样一套东西 不是你们家那个客厅啊 想躺着躺着想歪着歪着 你必须得有规范 一个人没有规范 你干什么这个套底啊 对不对 你就适合不套底 你就拿Ideals弄一弄得了 爱剪辑也挺适合你的 是不是 我觉得这些人就是 就是这个问题啊 再一个 遇套底的问题 套底出错了 对吧 就现在 不是说我们怼你两句啊 然后你真的套底出错了 你怎么排查 对吧 有些人就出错了 不知道怎么着 就开始 开始到群里去问了啊 然后到处就问 问人家 人家忙着呢 然后不回答他 他就骂你啊 我就遇见过这样的人啊 说问我两个问题 我没有空搭理他 然后他就说 把你删掉啊 为什么呢 因为我还经常去回答别人问题呢 现在我问你问题 你竟然不回答我 你是不是瞧不起我 自尊心就受到损伤了啊 有很多人真的就是问问题啊 也不会问啊 做人的基本的这个 这个这个礼貌啊 也不太懂啊 你应该啊 先去自己排查一些问题 哪怕你百度搜一下再问 都显得你有诚意啊 拿过一东西来就问 我怎么逃不上 我怎么这个问题就 就就就就就出了问题 就就你就解决不了 是不是啊 问题是多种多样的啊 尤其套底的问题啊 千头万绪 不是说一下两下 咱们就能把它啊 就完全解决的 也不是说我们这一次直播啊 就能给大家解决的啊 但是我们要把原理告诉你 你会懂得如何去排查问题 我相信你的套底问题 会越出越少啊 最后就是各种片的套底流程啊 这个也值得给大家讲一讲啊 剩下的事 我还是交给王老师啊 你给大家聊一聊 你的套底的苦 套底的痛 你是怎么学套底的 对吧 你你带的人套不上 你会怎么办啊 呃 是这样啊 这个 套底 别人问我说 说王老师你最害怕什么啊 其实我其他 我都不太害怕 我就害怕这个套底啊 因为套底套不上的时候 你都没法调啊 还有这个我检查这个 大家常问目前来的主流的问题啊 翻到西不是 翻到西还比较稳定的啊 翻到10啊 就翻到X啊 翻到X嘛 到底总是出现了 总是出现 哎 你负负面 这个问题 啊 那你变速啊 你只要做了一些 特征效果变速啊 它就变成负负面 就很难 很难去 很难去 这个套上 套上也会出错 特别是在你们一样注意了 就是用ASUS调色的时候 你会碰到你看套上了 你套对了 但是呢 啊 sorry 你你你套上了 然后你套对了 但是用ASUS你套对的时候 它形成了复合片段 你也套对的素材了 但是为什么很可怕呢 但是就是因为它的 用ASUS你右键选机 那个选择那片段窗口 右键的时候 ASUS没法转换了 它那个选项都不出现了 所以说 这个复合片段 PR 这个 翻动10的复合片段 是特别可怕的 所以说你们在 在做剪辑 然后要出XM码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这个 一定要注意这个 复合片段问题 你一旦用了那个ASUS流程 你要是出现了复合片段 它就没有了 在你片段那个列表下 右键选择转换转换这个赛空间 这么一项功能 所以说复合片段很可怕 那么怎么样合理管理你的文件 目录结构呢 就是你的文件夹文件名 建的要合理 你的目录要清晰 怎么样使用大文西对素材经 转码代理呢 这个我记得我写 我在大众地位上写了一篇文章 就怎么样进行安全的 转码操作 是最安全的 就是你怎么套东套上的 套底前注意事先有些什么呢 一套底啊 这个事情啊 就是你要注意你把你 你不用用Final 10 有的剪辑师为了说方便 我在上面简单做了 套了一个邋遢 看为了我剪的方便 看的色彩能舒服 不是灰片 这个时候呢 做了很多色彩 调色了 变速了 画面发大缩小了 都要去掉 都要去掉 目前叠话来说 叠话还能接受吧 还有就是用Ideos 用Ideos 套底的问题 套不上总说错 而且用Ideos转出 这个1.R转不出来 是什么问题 因为Ideos现在他们这个 混合帧率啊 这样工作 做的一塌糊涂 它适合于 你这个 同样帧速率的 下模式下的 导出1.R 它假如你有 而且你的时间线上 你要是素材 必须25的都是25 24的 全是24 60全是60 你不能48 60 120 24 25都在一起 混着减 那是导不出来一点的 还有PR的 PR的 这个 PR这个 也可以出这个AF 还有XML 有时候也出现问题 出问题的时候 多康自己工程都做了些什么 因为软件和软件之间兼容和交互 它没有百分之百那么完美的 所以说就是特别是往前的一点 第一点 你要管理好你的目录文件结构要合理 要清晰 第二呢 就是要什么呢 你转码代理操作的时候 必须要规范和严谨 做测试 把你的 把你的就是 原始录制文件名和你的这个原始 这个素材文件名 全都用这个数据受录啊 考上去 打上去 这样是为什么呢 以便于你简代理的时候啊 打到下面 简代理的时候 一旦到底出错了 你在时间前看哪一个镜头出错了 你很快速能找到那个原始镜头 啊 啊 很快速能找到原始镜头 这个是 下面一个问题 套底出错怎么排查 就是这么排查啊 但是首先你要做好 代理的 转码代理这么一个操作啊 电影的套底 电视机套底 综艺节目套底和广告片套底流程 相对来说 不太一样 大同小异 但是大同小异啊 大体流程是一样的啊 但是呢 无非是一个长一个短 还有一个脊柱特别多 连续性的啊 就这个 这个套底套不上 可以讲一期直播 嗯 可以讲一期啊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很多 呃 流程性 就规范严谨的 工业流程性的一些一些问题啊 啊 专码 DAT专码 这个是 呃 也是一直 近几年来 国内来说 才兴起的 这么一个 一个事 以前都是 现在还有的还是 剪辑助理在专码 嗯 但你就是剪辑助理 这么 我只是为了我剪片方便 他不会为你后面流程 考虑的方便 但现在很多剪辑助理 也很很专业了啊 但这个事呢 呃 实际上是DAT 又来进行 进行操作的啊 呃 必须规范 因为你在转码的时候 你会对色彩 色彩进行管理 那么你对素材进行管理 同时 你也会对色彩进行管理 啊 啊 所以说 而且还有一些 特别是这种 你用final 10减的时候 出现了 出现了就是 呃 比如说online 特技镜头 到那时候 他就 是清理 变成清理9了 实际上你是 实际上是在空间 你AZ做的是 是阿里沙啊 但清理9 你说我是不是在这个片段上面 转成 清理9 啊 才能正常的用AZ调 否则的话 那个 那个是 很超限的 你是抓回来的 这时候你要右键 选择片段 右键来转换 AZ转换 它是赛空间 那么一旦你用 那个这个 这个final 10 做了变速 把这个测机 做了变速 或做了效果 它形成了复合片段 你放心 你这个右键 在片段里面 你是找不到 这个AZ4 空间转换的 这就出现什么问题 你为 你为后期 这个 给后期调测 造成了一个 不可避免的 一个 一个很严重的 一个错误 啊 所以说 在这个 final 10 final 7 还有就 iVid iVid出 iVid还是这样 出1.2的时候 你的工程目录 文件 文件目录 假如说特别乱的话 你有一个镜头找不到 其他镜头是能套上了 但是全部跑点 全都在跑点 每一个镜头都不对 可能有一两个镜头 对吧 那其他镜头 那个 点位的 跑点现象 特别严重 这是iVid的 然后这个 因为Vegas 什么会影 什么 我没接触过 用那种剪片 交给我小色 没有 没接触过 所以说那个 没法讲 这个必须实话实处 经历 就是 咱们接手的素材 就是 有线 没经过那么多 很复杂的 iDios 我经历过 iDios 就是 有一种方法 特别笨的方法 就是 有48 60 120 还有25 24 混在一起剪 你让它输出一条成片 无损成片 然后 再 再回到 再回到 iDios里面 再给它剪开 再导出一遍 1.0 就行了 但那 你放心 你修改的时候 你会非常痛 剪辑师修改的时候 将会非常痛苦 因为没有任何语量 这个要想清楚 所以说 用iDios 是有很大风险的 它并不属于 它属于广播机 但并不属于一种主流的一个剪辑设备系统 所以说不能 尽量用 P2也可以 然后这个 Final 10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 iVid 这三款主流的软件来进行剪辑 其实最方便 最高效 最好的方法是用 用大风险的剪辑 这更快 剪辑调色 然后这样流程会更严谨 然后也不会涉及到那么多的一些 一些很复杂的问题 很奇怪的问题 没错 咱们今天还出了个快剪 CUT CUT功能 所以说就是 有时间 我也在群里 我也在咱们的直播群里面 你们要到底问题了 因为孙老师有时候比较忙 我挑篇的时候 有时候干活的时候 有时候休息一下 遇到问题了 我每次看 虽然我不怎么说话 但是我每次都在看 我觉得这个问题 我有空的时候就会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 如果没时间的话 你们可以加我微信 孙老师忙的话 也可以问我 没有问题 有空讲一下代理吧 老师 有空一定会讲 把这个代理 整体就这些第二个难题方案 系统的详细的讲一遍 操作一下 该怎么 该怎么样去 这个 做安全的转码代理 我会讲的 希望 大家就是 也很感谢大家 这么多期了 这么支持我们哥俩 非常感谢 就是我们哥俩属于什么呢 就是怎么样 什么样的人都遇到过 什么样的一个经历 就是没事 就是有问题扔过来 我们不会的 我们查字典 我们查字典 不卖人设 对 我们 我和孙老师什么 我俩今天中吃面的时候 我俩还聊 我说有的人呢 在这个圈子里 在这个圈子里面 活着什么 活着是造型 有的人在这个圈里面 活着是人设 我俩呢 我俩没什么大本事 但是有点小本事 就是 就活着一个小本事 利用这些什么 非人生的话 说这么 说 我俩就想去 听个道理 活着小本事吧 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方便利 好 再回答一下问题 还有什么 达芬奇20的时候 能不能all in one 现在已经all in one了 不是说20的时候 all in one 只是你不会用而已 还是我那句话 达芬奇该有的都有 只是你还不会用 或者你用的不熟练 你对他还有很多偏见和误解 你当然你可以举出 达芬奇有很多很多不方便的地方 那么请你把它不方便的地方 一项一项给我列出来 然后我一项一项的告诉你 为什么你说的这些东西不对 明白这个意思吗 还有就是 之前有些说我入四行 应该当演员是吧 我演过戏 我在剧组 没办法干活再剧 演过一个黄瓜镜 对 演过一个绿毛黄瓜镜 那个演的还挑着东北上转 演过 但那个感觉就是 抽离你这个职业以后 感觉很好玩 但是那个 并不是你真正热爱的东西 凡挺有意思 适用精力吧 在剧组 有时候也挺有意思 那么今天可能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差不多了吧 嗯 还有 十分钟马上开 马上就十点半了 啊 再有十分钟 聊十分钟 我们就结束了啊 下次直播什么时候啊 这个怎么说了 基本上每个月都应该 有几次 有几次 说说那个 又我不 我实在忙的时候 就孙老师自己直播 要是我在的话 那我俩自己直播 对 这个每个月会 以后会越来越多的 以后会越来越多的 是的 因为最近我手上 确实特别 另外除了晚上直播呢 还在计划周末做直播啊 那就是那是属于网络客了啊 所以我们在 在搞 这种商业的网络客 那可能就是周六周日 这种两天时间 都用来做直播 下次就是 因为今天 孙老师第一话题讲肉嘛 嗯 下次可能我把我 最近调的一个 二来肉 二来肉调的一个 一个片子 嗯 英文34条的 二来肉的片子 电影 然后 带过一些镜头来 给大家分享 那特别大 就不能考太多 那特别大 二来肉特别大的文件 是的 一部电影 一部电影80多T 是 啊 就是 是这个意思啊 其实我们这个直播啊 一个就是要普及知识 再一个呢 就是解决大家的一些问题啊 所以你们可以 根据自己的 呃 工作中啊 或者是学习当中 遇到的一些问题啊 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啊 呃 其实我们更希望 这个 灵基础的同学啊 能够提问题啊 当然现在这一期 可能进来的大多数 有一些工作经验的吧 啊 但是有一些工作经验呢 由于大家 大家的工作环境不一样啊 这个人啊 智商可以说非常高 然后呢 情商也非常高 然后个人也非常努力 但是很不幸 他在二线 三线 八线城市工作 他能接触到的 这个项目的体量 就只有那么大 我们 在北京 好处就在于 我们的能力 他不是第一位的 我们的 这个 学习能力 情商可能还没有 八线城市的人高 啊 但是 你在这个地儿 你在北京 你就不缺活 然后你总是能够 接触到更多的项目啊 所以说 就能够 多一些经验 给大家去分享啊 所以我们 呃 也希望更多的人呢 能够 把自己的问题提出来 还有那些一心 想做调色的 朋友和同学呢 可以去北京 来看一看 呃 哪怕 去一个调色公司 实习一下 是吧 或者是去他 其他的一些这个 呃 团队里面啊 锻炼锻炼 都会对你的 个人的眼界 还有工作流程 啊 这个有很大的一个 启发 我感觉 对我来说 就是这样 如果把你送到烟台去 你 还是一个渔民吗 对 那肯定还是 因为地域不同 环境不同 嗯 然后有机会 可以到孙老师 这个这个位置 就是 这种滑螂 来来来看一看 然后还有就是 我工作的地方 也可以 有 有的来北京的话 也可以过去看一看 嗯啊 看看我是 平时怎么工作的 嗯 当然和现在这个 直播这个讲课状态 可能还不一样 嗯 紧张 紧张啊 和这个压迫感 可能还是不太一样 因为那时候就不说话了 嗯 不说话了 还有啊 再回来啊 想看操作各种风格影片 对吧 你可以去买啊 那种什么十个风格 一百个风格啊 啊 两百个风格啊 你可以自己去买了看啊 你看看能讲出什么来啊 对不对 嗯 就是奔着这个各种风格去做的 是不太现实的一种想法啊 是对这个调色的一种误解 我们的风格塑造啊 它是从以前期的美术到摄影 然后再到调色 一脉相承的过程 不是完全的靠一个修图就能完成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化的塑造 再一个呢 有很多人呢 可能你是做PS出身的 或者lightroom用的比较好 然后照片修的也很棒 那些里面塑造的风格的时候 你自己也去想一想 你去拍照片 修照片的时候 你为什么让新郎新娘穿上特殊的衣服 找到相应的背景 然后又用什么样的方法 做出你想要的风格来 其实他们完全可以复制到达芬奇里面来 所以呢 有很多人啊 调了五年十年的电影 不是说他的风格化有多么多 而是说在前期 浮花道美术导演摄影等等 是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 所以呢 没有一个固定的公式 能让你套出各种风格来 如果你去买一百个一千个的LUT 那你也是做不到你想要的风格的 这是一个人整体素质的提升 所以我个人呢 是不会去做出各种各样的风格的这种教学来的 我也做不出来 对我们都做不出来 我们不敢也能做 但是不敢做 你可以去看对吧 你看教你一百个风格 他到底怎么教你 对吧 我们不太敢做 我们要先学会去模拟一定的风格 然后你再去做属于自己的风格 其实我还说的话就基础 基本功最重要 基本功特别重要 风格是跟你影片 跟你影片 跟你影片的一个前期美术 灯光 就刚才大家也看到了 就像那条片子 小丑那个片子 对不对 它的风格画塑造 它是在前期拍摄的时候 就已经定了一个大型了 然后呢 再有调色师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塑造 你说能不能调成冷暖对比的 可以 能不能调成全冷的 可以 能不能调成全暖的 也可以 能不能调成高反差的 可以 低反差的 也可以 都可以 但是呢 总有一种啊 是最适合客户的需求的 调色公司收成什么标准 调色公司收什么人 收调色 调色师是什么 调色公司一个完整的 成型的一个很知名的调色公司 他都想招一个成熟 就是上来能调色的 就能给他干活出片的 能快速能帮他解决问题的 调色公司来说就是 这很实际的 这不是来以后你还在那儿学 就来的时候你能帮我干项目 出片子 然后呢 而且还能把这客户很稳定的拉 拉到这公司 就是不会 你调好下次再找你 再消息账人 那剪辑的时候 这些效果先做好 回避后再加上 还是先不加 后调色一下 你这样你剪辑说 你 你加上效果以后吧 你再复制出一条 给调色的时间线 把那些效果先删除了 然后呢 调色给你说呢 你再把那你把你复制那些时间线 原始时间线的效果再粘过去 属性的贴过去就可以了 啊 明白了吧 这个杨 杨恩是吧 我回答你这个问题 下载一堆拉的确实这样 因什么拉的 为什么有有些时候我们都自己做拉的 啊 就是因为那个拉的 有的时候根本质量不够啊 你用的时候还不是不用啊 今天我给我和孙老师给学生讲课的时候 我给对比了一下 你套上那个花园那个拉的和我手条拉的和我手条那个那个状态 他是没法比较的啊 你就人手工调的那个精细程度永远比拉的要强 OK 那么 还有几分钟啊 再解释一下啊 我们如果要去做直播以及那种 收费的直播或者网课的时候呢 我们会采取这样的形式 就是我们 是私密的 另外呢 我会给你一些素材 然后给你一些素材你去调 然后在未经指导的情况下你去调 调完以后你发给我啊 然后我跟王老师呢 给你去看 然后给你去改 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呢 一个案例一个案例的我们去做啊 也就是说我们会把这个 直播教学的形式慢慢往这个网课的方向去发展 而不是说我现在 我要给你讲10种风格 帮你讲15种风格 那个东西你跟着我学学完了以后你还是抄了我 你不是你自己的 所以我们要把它的基本功呢 训练OK 然后呢你再去练 其实是一个教练的工作啊 老师更多的时候是一个教练 他能代替刘翔跑吗 他跑的有刘翔快吗 不可以啊 但是他能交出刘翔来啊 我觉得这是做老师最大的一个光荣啊 但是呢 大家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 就是你本身你也没有交出啊 多么牛逼的刘翔来 然后你还啊 糊弄我们你还怎么怎么样啊 在这点上呢 我觉得 搞一次直播给你们看看啊 我们教的几个学生 大概能做到什么样子 对不对 有自己的天分 有机缘 有努力 再加上一个正确的方法的引导 在北京能不能混下去 对吧 一个外地来的啊 然后通过学习 通过自己的努力 在北京能够每个月 对吧 能够挣个一万五到两万块钱啊 作为一个调色师 我觉得这样的学生 就是对我们来说 就算是比较成功的了啊 呃 如果我们呃 教了啊 然后你也没有学会啊 那么 我们 还会有别的方法啊 帮你呢 做成行活的水平 而不是说 你去做一个低于行活标准的啊 这样的一种 呃 教学啊 如果我们把你连行活都教不会 那我觉得我们就可以关门了啊 真的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对 我们一直为什么没出这种 说直播让你们付费 只是加密啊 没付费 没有 现在目前来没有付费 而且还有 还没有说出一些 什么很很价格很低 那种就是网课那种教程 就觉得 呃 不想 那么 不对大家负责任吧 就是 怎么讲 就是你不能 我说我把你弄到一个 那个 一个 一个群里面 啊 怎么样 也好 弄到一个群里面 然后 你 你 你看我的课程了 你有什么问题啊 你留言 我空实验话回你 没有实验话 我不回你 然后这边 学生 还在等着很着急 嗯 那我张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那学生 都可能骂我呀 啊 是呢 我觉得就是要做到一个 正向的交流吧 啊 这样可能会做得更好啊 但是呢 呃 所有的直播的类型啊 都要搞啊 当然也跟我们时间有关系啊 这个刚才说的那些啊 呃 现在还是一个设想啊 这个设想能不能达成呢 呃 还要进一步的进行试验啊 课程是需要一步一步迭代的啊 就好像我们人从原始人啊 到一个呃 直立行走的这样一个人 到一个呃 春秋战国时代 再到现在啊 它的发展呢 是一代一代迭代过来的 所以所有的课程啊 我觉得也存在这样一个迭代的过程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 或者是像作为一个调色师来说 你个人的一个成长 是必须经过迭代的 呃 你必须学一学调色以后 你可能反过头来 要看自己的摄影啊 对光线的理解 对美术的理解 然后回过头来再去调色 调色以后再去学一学 色彩管理的技术性的东西 再回头再反补 到我们的具体的调色实践当中 跟不同的人交流 用不同的活儿磨练自己 这样一步一步迭代出来了 我相信所有的人呢 都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过程的话 呃 你是一个空降下来的啊 外星人啊 技术比我们还高 那你就可以在地球上称霸了 对不对 你可以降维打击 但是普通人啊 还是在这个地球上生活啊 是逃脱不了 这样的一个进步的节奏的啊 好 时间刚好差不多 那我们跟大家说拜拜 好 嗯 好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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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